大家好,我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彦霞 今天下午是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开幕会议的时间 我现在准备好了,现在就出发,去参加开幕会议 我们现在就准备从驻地出发了 去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开幕会 现在委员陆续都在从楼里出来准备登车出发 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如期召开,大家很受鼓舞 我觉得这个也彰显了我们制度的优势 我们抗疫情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疫情控制得很好 所以我们的全国两会才能够如期的举行 这个都是一次排开的大巴车运送委员的 每个委员都在找自己的车辆 十号车是运送体育界别委员的车 像姚明委员已经在这个地方等候了 现在我们委员的车队已经出发了 现在正在去往大阔城的路上 正好我身边也做了一些全国政协委员 那我来采访一下他们 这位是邹凯委员,邹凯委员你好 我提一个问题,请问你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有什么期待 我们这边还有王立新委员 王立新委员好,然后问你一个问题 您对2022年冬奥会有什么期待吗 2020年北京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希望我们借助北京冬奥会这样一个奇迹吧 大力宣传冬季冰雪文化 推动冬季冰雪行动在我们更好的发展 所以希望2022年冬奥会 中国向世界展示展现一场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好的,谢谢王立新委员 我们这边还坐着一位呢,凡清别委员 凡委员你好,您来自山东啊 请问您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期待吗 我们期待着冬奥会如期能去行 期待着中美冬奥会所有运动人去的好成绩 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天门广场的冬奥会 马上就要进入到大会堂里面参加三届四次会议的开幕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